请继续收看 创意敌财尽才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建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礼拜四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 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一个 免费call in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现龙老师待会下节目有空 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之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在昨天有位张小姐来电咨询 问到了一档股票 3189的景硕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我们先来聊一下 它的基本面 当然它最主要生产的产品 大家应该都听过 IC基板 就指的是一些IC晶片上面的载板 那现在已经传闻打入到 苹果iPhone 8的供应链之中 那去年EPS大赚了5块钱 很多人因此就想说 哎呀这股价不错哦 看起来好像在打底嘛 对不对 很多人随便一画 这是不是就要底部了呢 好那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谈技术面 先来看一下 基本面的部分继续来聊 那2016年去年虽然赚了5块钱 可是注意到一件事情 今年第一季的一个财报 EPS掉到剩下0.3 这不只是因为台币是个升值的因素 其实它的业外并没有亏损 业外还有小赚哦 不是会对损失造成的 而是在本业的毛利率 它的毛利率之前都维持在24%左右 到了今年居然急速掉到18% 这个是一个警讯 那再加上营收的表现也持续在下滑 1到5月的营收掉到这个剩80而已 比去年同期总共减少了10%的幅度 换句话说 虽然去年赚了5块钱 但今年至少目前来看 业绩还在持续下滑 包括最新公布出来的5月营收 仍然没有起色 这一点是要去注意的 那第二个注意到技术面 当指数现在已经涨到 这个1万多点 这个10242的高点了 指数在创新高 股价你会发现 之前这里87块3 现在85块3 82块4 现在弹上来 最高只来到80块多 指数一直在创新高 可是它股价都没有办法去过前波高 再加上有没有人在买 有哦 谁在买 底下就是融资持续在增加 融资代表的是什么 散户的筹码一直在买 散户一直在买 股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那谁在卖 你会看到股价就是沿着这条下降压力线 就是上不去 对不对 谁在卖 不是散户在买 上不去 那背后当然可能就大户在出货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价我都提醒 看似低基期 你以为是打底吗 其实它是一个标准的弱势股 就结构上面 就属于我所说的浅荣物用 这种股票 就不要去贸然的摸底 有补涨 有反弹 当然很好 但是谈上来 我会建议张小姐 或是手中有紧硕的投资朋友 最好能够找机会 找卖点 这一点给张小姐 或是其他有紧硕的投资朋友 一点参考 好 那回来继续谈 谈大盘指数的部分 那现在指数的部分 又继续的温和向上走高 盘中最高来到10235 又涨了25点上去 没有涨很多 一步一步的往上涨 当然很多人纳闷 奇怪了 不是说英国大选 现在这个地方快要出炉 然后欧洲的一个央行这里 可能要来缩减 所谓的QE 这个紧缩货币 然后呢 美国这几天 可能就要针对这个川普 是不是通俄门去 要来弹劾他 要来讨论了 好多黑天鹅 报纸都这么写 怎么股市就是不会跌呢 那为什么股市会这样 一路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其实各位投资朋友 现隆老师 不需要在这里做事后诸葛 因为我们之前 就已经帮大家做好规划 还记得 这是4月17号 那时候台北股市 从9976 拉回来 跌到9600多点 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 这地方万点梦碎 大盘看起来在做转空了 那我说的是什么 我还特别提醒 那时候指数跌到季线 但是我说季线的扣底在哪里 在这里 9300 9400的低档 那这代表什么 未来这一个月 季线还会持续上扬 形成有效支撑 我说指数 就算破一下季线 也不会停留太久 马上就会上去了 再加上拉回来 杀完短多 大盘就这样 震荡向上格局 创新高 容易拉回杀短多 杀短多 那天融资 前一个假日 大减了19亿 成功杀完短多了 所以看起来 好像大盘 有人说在做头了 有人说在转空了 我说看似公投的一个背后 其实又将要再度的往上来做转空 结果是不是这样呢 大盘指数 那时候杀到9600多 后来就从9600多 就在这个地方 开始一路的攻 攻到10058 站上万点之后 发生什么事 5月18号 那时候川普就陷入到通俄门的风暴了 美股还有一天暴跌了372点 你应该还记得 很多人吓坏了 股市那天早盘 下沙118点 最低跌到多少 9895 那很多人都说 哎呀万点这地方果然魔咒发生 碰到万点就要开始转空 会吗 各位投资朋友 很多人都想要这个地方赶快跑 这个赶快跑这个放空的时候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 其实就结构上来看 震荡向上格局都不变 好变得只是投资人的心 一跌下来就觉得行情不对 可是在我来看 哎呀川普陷入到通俄门风暴 真的很可怕吗 陷荣老师怎么看不重要 重要是最了解这个美国股市 或是国际金融局势的外资怎么看 那时候我提到 哎外资 转仓到6月份的指数合约 有因为川普陷入风暴 去买了一堆指数空单来避险吗 不但没有 进多单还有6万口 所以我说什么 震荡向上格局不变 这次拉回杀短多 将是站稳万点之前 最后买点 那一天指数杀到9895低点 那现在来看 是不是完全都印证 陷荣老师的看法 大盘4月份跌到季线 杀完短多又开始嘎空 5月18号杀到9895低点 这是万点站稳之前 最后买点 现在指数已经这样 连续11个交易日 今天第12天都站稳在万点之上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 陷荣老师不需要做事后诸葛 因为行情我们都已经预先 帮大家做好规划 那如果说你真的关心 接下来大盘指数会何去何从 攻上万点之后 接下来到底还会不会继续讲 会涨到哪里去 那刚才所提到的英国大选 这个川普要被弹劾了 欧盟这地方要紧缩货币了 会不会造成台北股市的影响 变成黑天鹅呢 关心指数的 欢迎大家到我的Facebook 粉丝转页 按个赞 加入追踪之后呢 陷荣老师 每天都会在Facebook上面 跟大家分享一个台股的盘后报告 给大家针对大盘最新的价量 最新的一个筹码的动向 给大家做一个最新最完整的分析 那或是有智慧手机 有在用LINE投讯软体的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将陷荣老师 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陷荣老师的ID是 小老鼠Y-O-U-R-B-E-S-T-T-E-F Your Best Team 搜寻一下 就可以将陷荣老师加入了 那或者是 现在就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扫描这个QR Code 这地方将陷荣老师 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之后 陷荣老师有什么盘式最新的看法 都可以利用这些管道 分享给大家 那在盘中我还是提醒 其实做股票 当然指数现在这波涨上来了 万照我们的规划在进行 但是我知道投资朋友会说 哎呀可是还是赚不到钱 怎么办呢 其实我一直提醒大家 最重要你要在股市里去赚钱 不是要靠指数涨 站上万点就好 对不对 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还是在这八个字 叫做什么 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什么叫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这个绝对不是叫你说 哎呀赶快去追那个已经大涨的股票 或者是看到什么股票集就去抢 那个叫做乱追高 我所说的一个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重点在结构这两个字 什么叫结构呢 我把股票分成四种结构 第一个潜龙勿用 第二个见龙在天 第三个飞龙在天上去 第四个抗龙游回了 那这里面特别提醒 你就要去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是属于潜龙勿用的 如果是属于抗龙游回的 该出还是要出 什么叫潜龙勿用 抗龙游回 龙代表趋势 潜龙勿用 就是趋势人员潜伏地底 未见天日 产业趋势持续在衰退 股价处于弱势阶段 不宜贸然摸底 相对弱势的股票 我都盯连要太弱则强 所以你现在发现指数 闯到万点 你的股票为什么 看起来之前买 滴滴的很安全 为什么现在还是不会涨 还是看起来滴滴的 其实你会发现 你就是因为 可能买了潜龙勿用的股票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都提醒 该出就是要出 然后换到我所说的 这个把潜龙勿用的股票 或是抗龙游回的股票 换到建龙在田上面来 你会发现 这就不一样了 你要赚钱 原来就是要这么做 才能够去真正的反败为胜 好 就举个例子 这个地方 今天有一个吴小姐 又特别在感谢县龙老师 为什么呢 好 来看一下 吴小姐 为什么要谢谢县龙老师 原来她是在今年初的时候 1月5号刚开红盘没多久 就打电话来咨询 利用我们的咨询专件 问到宏达店这一档股票 它本来埋在89块 那时候一些地方 掏在81块多 还差一点想去加码 因为很多头顾老师都说 哎呀 这个宏达店 你看漂亮底部打出来了 那真的是底部吗 好 我说 第一个 基本面上 虽然那时候很多利多啦 新手机啦 Five定位器都要推出来 但是业绩还在持续衰退嘛 对不对 这种股票我都不建议大家 做什么投资 长期投资 重点是技术面 还看到了 这地方虽然看起来利多很多 但是重点是在看似答题 其实是个弱势股 大户仍然持续在出货 所以我建议说反弹是应该站在卖方道 不要去加码 不要去摊平 要赶快太弱则强 那后来吴小姐听了我们的建议 也跟着宪辉老师开始来做操作 后来就把宏达店出掉 然后换到当时这是一月份 推荐大家的什么 推荐大家4912的联德 物联网跟汽车领组件的联德 还有呢 还包括了这当中 这个来看一下 来继续看一下 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当时吴小姐 没有打电话进来咨询 还在继续抱着宏达店 那时候的宏达店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嘛 看起来哇 很多人是底部 结果呢 现在还滴滴的很安全吗 还在滴滴的 还越来越低 最低跌到61块 现在也剩下71块 不但没有解套 还越赔越多 可是因为当时 听了宏达老师的话 宏达店在80几块就跑掉了 然后换到宏达老师 推荐4912的联德 那时候的联德 你看到股价才在多少 86块多 那后来一波大涨上去 哇涨到120几块 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了 当然联德现在还涨更高 哇涨到160几了 后面这一段我们没有赚到 不过也真的证明 宏达老师挑的股票 真的能让会员朋友 去赚到一个大波段 那不止联德赚起来之后呢 后来又跟着宏达老师 开始操作什么 Tesla收费指标股 4739的康普 对不对 这是当时的康普 才46块多 哇这个地方 宏达老师联德赚完 再赚康普之后 46块多一路的赚 到现在还在继续的赚 对不对 这又赚了多少 已经赚了超过五成了 你会发现 这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 当时吴小姐 没有打那通电话 还在继续抱着宏达电 你会发现 宏达电不但没有赚到钱 指数上的万点 还越套越深 可是换到联德 先赚完一波四成 再换到 看到我们所说的 康普的身上 你看到康普的股价 现在又从五十几块 大涨现在到七十几块 一个赚完四成 再赚五成 加起来快一倍了 对不对 那差别在哪里 你会发现 原来做股票要赚钱 真的不是说 你手上股票套牢了 就摆着等解套就好 最重要的是要去做好 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关键来了 那为什么现龙老师 能够去找出来 像康普或是像联德 这样的好股票 带着会员朋友 低档来做布局 那个方法怎么找出来的 其实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对不对 因为我强调 人生也好 股市的操盘也好 最重要成功之道 第一步 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找到正确的方法 自然就能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股票要赚钱就不难了 接下来就是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变得更好 这样才能够一再的复制 正确的方法 用正确的方法赚下去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 不厌其烦都叮咛大家 极品操盘团队 怎么样帮会员朋友来做选股 我们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SOP是什么 就是不断的去锁定 有爆发力产业底下 有竞争力的公司 业绩真的会成长的公司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 相对那种所谓的 题材股投机股 我们不碰 对不对 就像去年什么题材很红 VR很红 很多人就跑去买VR概念股 宏达店那时候也是VR概念股 对不对 买了的结果呢 题材来的时候 涨一下下 然后股价跌下去 就一路跌 当时威胜也是一样 题材正红的时候 涨到16块多 就跑去追 题材退烧到现在还在套牢 对不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就会了解现龙老师 为什么说 重点 你要不但要找 有爆发力的产业 还要找有竞争力的公司 那种业绩真的会成长的公司 才能够走得长久 才能够赚到真正的大波段 当然 你不要等到股价涨翻天才去追 重点还要检视筹码面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第一档布局 这样子才能够一档一档的大波段操作 就像当时我们为什么买联德 不是看到股价狂飙啊 是因为看到了联德主要的产品是什么 伺服器的滑轨 车用的冲压件 包括像安全带的模组啦 安全气囊的一个底座等等 那伺服器的滑轨 现在已经跟这个客户签约完成 新客户今年就在出货了 营收贡献可望倍增 车用零组件 供应这个 因应欧洲大客户的要求 也正在到捷克去设厂 今年也要开始量产 订单都掌握在手中 成为业绩成长的双引擎 营收真的在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了 对不对 这样的公司才是我们要的 那时候股价飙涨了没有 还没有 才在86块多 但是我们发现 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 所以带着会员朋友买 所以能够去赚到 这样的一个波段 那包括康普也是 我们不是最近听到 Tesla股价很强 然后康普也飙了 才带大家去追 六七十块 一堆头顾老师在喊康普 我们在什么时候 那时候康普 我们为什么买它 就是看好它的锂电池材料 主要客户就是谁 Tesla的一个电池供应商 Panasonic 现在开始扩充产能的效应 也开始显现了 倍速在成长之中 营收跟着锤涨 涨船高 业绩启动了成长动囊 创新高 股价当时才在四十六块多 然后大涨了没有 还没有 但是有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现了 所以我们带着会员朋友 这样一路的买进 五十三块多 还加码到两成 对不对 现在已经赚了 超过五成以上的利润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能够像现隆老师一样 用正确的方法 一档一档的 就有机会这样赚下去 那这就是现隆老师 在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的地方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 我强调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礼拜 也是上市为公司 正在公布最新的 五月份营收的一个日子 对不对 所以现隆老师 也正在帮会员朋友 来紧密观察 五月份营收正在公布之下 有谁在启动成长动囊 重点是 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 不是说营收成长就好 有一些股价早就已经涨翻 大户已经准备出货了 那个也不要碰 对不对 我们要找的是业绩在成长 而且大户在进货 股价低档 正在转强 这样才有机会成为下一只台药 康普或是类比科 发动大波段攻势 新的黑马 这两天现隆老师 已经在锁定 那为了帮助更多投资 能够去找到股市站稳万点 如果你还没赚到钱 还有哪些新黑马 可以来做留意 下个礼拜 6月14号 我会在我们 这个极品操盘团队的网站上面 办一场6月份的 线上演讲会 重点就是要来帮助大家 接下来去寻找 股市上的万点之后 还有哪些黑马 能够像台药 能够像康普 能够像联德一样 发动一个大波段的攻势 让投资朋友 也有机会 在股市这一波 万点行情之中 真正的赚到钱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想把握的话 待会休息时间 就欢迎迎来自一方 来跟报名参加 这场6月份线上演讲会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 接听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急聘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的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运气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器皿 做父母的 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 小朋友的健康 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 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 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娶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那这几天指数 已经正式的站上万点了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可能心里都很后悔 为什么很后悔呢 还记得上个月当大盘指数 因为川普陷入到 所谓的通俄门风暴 可能被弹劾 美股那天暴跌372点 台股早盘下杀118点 杀到9895低点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好害怕哦 万点魔咒快要发生了 所以股票把它卖了 结果呢 现在眼睁着看的指数涨 当然现在就很后悔了 对不对 那甚至很多投资朋友 你可能这地方 这一路以来 都因为这地方行情在涨的时候 你不敢进场 犹豫不决 结果眼睁睁的看着 这一波万点行情 一直涨一直涨 很多股票就这样 一档接一档的上来 结果你都没把握到机会 好 各位投资朋友 该怎么办呢 还记得当时 县荣老师说 台北股市 就是这次拉回 是占了万点之前 最后买点 现在指数已经占上万点了 如果投资朋友 你现在还没赚到钱 我只能够再三提醒你 其实股票市场之中 最大的敌人是谁 有时候不是别人 不是大户 而是就是你自己 人生最大敌人 常常就是 犹豫不决的自己 你赚不到钱 是不是因为 你这一波 一直在犹豫不决 觉得行情涨多了 该跌了吧 觉得大盘跌下去 哇要转空了吧 所以呢 你不敢轻易的进场 也真的凑过了 多少次的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还记得 四月份 我跟大家讲 大盘这次杀完短多 要继续嘎空 上个月跌到9895 我告诉大家 最后买点 你因此都没有把握到 那这时候 怎么办呢 我只能够提醒大家 其实趋势 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波大盘 就是一个震荡向上格局 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自己 去猜高点在哪里 重点 这八个字 你会觉得 老生惨谈 尊重趋势 顺势而为 但其实你去想一想 过去这一波行情 你要赚钱 不就是关键 在这八个字吗 所以在这个行情 我会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在 犹豫不决 你因此还是会 错过很多机会 只有行动 才是最接近 胜利的捷径 大盘 其实震荡向上格局 我只能够提醒大家 目前都还没有改变 那这个时候 我还是提醒 当然操作重点 看准目标 只要有好目标 就要把握出手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还是持续锁定在 县荣老师最看好的 新能源车 指纹辨识系统 以及包括物联网的商机 当然商机庞大 人人想分杯羹 阿猫阿狗的投机股 我不要 业绩能够因此成长 这种股票 才是我们要走的找的 才能够涨得长长久久 才能够赚到大波段的利润 所以这里面 就像我们之前 推荐的台药 不也是在当时发现 营收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还在建融在庭的阶段 就已经领先市场 带着会员朋友 买在低档 现在已经赚了超过五成以上 获利入带了 对 包括我们2421的见准 那时候也是发现了 车用的散热模组 现在需求庞大 营收开始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24块多 技术面确认有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也带着会员朋友卡位 现在已经赚起来了 当然现在股价还有更高 没关系 留给别人赚 那再来看到 联德不也是这样 86块多 确认 它这个车用的一个零组件 以及物联网的一个 伺服器滑轨 现在需求都出来 营收创新高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 赚强讯号 86块多就在买 对不对 现在也已经大赚 四成顺利的入带 赚完联德 又去赚康普 对不对 那类比科也已经这样子早上赚上来 乙顶也是发现 那这个自称科也是发现 受惠于车用的一个 是这个循机防滑系统需求 开始这地方大幅度成长 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股价那时候大乎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开始买 飞龙在天上去一路爆 到现在已经赚了超过一倍的一个幅度了 剩下一半持股 现在零成本 还在继续赚 乙顶84块多 推荐大家 也还在继续赚 涨多拉回 我们还是持续看好 康普的部分 46块多买进 53块 还加码 现在已经赚超过五成了 这时候 当然你不要自己去追 要买 拉回再买 要买 最好跟着我们在建龙赛田的时候 就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对不对 那接下来新黑马的部分 像这一档物联网机器人的新黑马 还有这一档物联网的新黑马 都受惠于物联网跟车用电子的商机 布局多年之后 开花结果 营收开始创新高 技术面也发现 有大幅正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正准备发动一个波段攻势 如果投资方想把握的话 欢迎第一时间就来加入我们 跟着我们一起来卡位 把握下一只台要 康普类比科 也如果说投资方想把握的话 当然也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的线上演讲会 尽早来做报名的动作 祝大家投资顺利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达同步 先名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